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新聞視頻大概跟大家講一下美股方面 首先我們看看全球指數 在這段時間,道指和鈴指都有一定的調整 尤其是道指在這個位置已經打到之前的水平位 其實它也有一個企業的預期 不過鈴指也是,鈴指的跌幅相對來說更大 其實在指數的跌幅過程中,有些個股是藏了身低 甚至乎在反彈的時候,它也沒有跟隨反彈 這方面可能更多是我們科技人的股票 其實在現時的家見,有部份科技人股票 它是有一定的一個估值的吸引力 就是跌幅來說 在這個行業裡面,我以為一本倒退方向 在秦主、芯片行業行業是有一定的一個復甦的預期 在現時的這個階段,它是有一個反收幅的預期 在現階段來說,它的筆景器下行進行後半階段 尤其是秦主行業 相關的個股,例如美光 美光來說,它的一個估值和股價等等 我認為它都是偏離納斯塔克指數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它是一個收幅的一個機會 我們看看它的走勢 在這個位置,它相對來說,都是處於一個曲級人震盪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是有停的一個黃帶出現 而且也有綠燈信號 這個黃帶出現加綠燈信號 再加上這次的一個調整回落 我們就發現,它這個觸擊手的藍帶 和這個圖比的比較小 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會有一個站穩的預期 這方面的個股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一個關注 好,大概今天美股方面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多謝各位同學